欧盟和越南将于6月30日签署贸易协议 欧盟理事会宣布已经批准签署欧盟与越南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议 据此,协议将于6月30日在越南首都河内签署 欧盟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是于2012年,并于2015年完成 越南向欧盟国家销售通讯设备、服装和食品 而从欧盟购买机械、车辆、化学品和农产品 微信图像显示,东都河斯坦和田市新建了两个或三个新的集中营 根据图河斯坦新闻社报道 新的集中营位于汉岸热科、阴岸热科和英伊尔镇 去和田市约20公里 根据消息来源,有两种类型的营地 第二号集中营建在300公顷的区域 第三号营地建在150公顷的区域内 观察者担心,和田可能发生新一轮任意逮捕行动 特朗普与习近平将在周六日本大阪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6月27日表示 本周末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贸易协议 但如果两国没有共识 他准备对所有剩余的中国进口商品正收关税 他强调,中国领导人想达成协议比我还想 他说,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我们必须弹成一笔好的交易 我们可能会达成协议 但现在这样我也非常高兴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 如果可能与伊朗发生冲突 他们不会考虑派遣美国军队前往伊朗 他说,如果发生任何事情 不会花很长时间 因为我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美国没有能力摧毁伊朗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加瓦德·扎里夫 在回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威胁时说 扎里夫表示 伊朗准备好迎接任何袭击 但是我们不希望战争或冲突 特朗普总统应该记住 我们并没有生活在18世纪 根据联合国条约 战争的威胁是非法的 维尼瑞拉当局宣布 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府 已截止一项正面阴谋 这项或美国等国家支持的 阴谋包括行刺总统马杜洛 以及用户一位将领掌权取代马杜洛 维尼瑞拉通讯部长宣称 除了美国支持这项推翻马杜洛的政变阴谋 这里和哥伦比亚也涉入 此前连维尼瑞拉军队多次试图发生政变 他们宣布支持瓜伊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